我不太同意剛才主持人的講話 就是說對這個市印不看好 其實我是非常看好 因為三十多年來 我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運動會 如果從這個市印的 它的項目來分析的話 其實我們有很充分的理由 可以相信一定會 這一次成績會很好 剛剛你講的這個 滑輪溜冰競速賽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強項 而且排在第一天就開始有比賽 對我們很好 可以先把它投籌 而且第一天大概就是準備 就可以在這個middle standing 就是獎牌統計表裡面 可以站在很重要的位置 為什麼這樣講呢 1989年開始兩岸交流 就是中共開始答應 我們台灣的體育團的去比賽 在1989年總共有九個項目 九個團隊 台灣的團隊去大陸 可是第一塊金牌就是競速滑輪 在浙江的比賽拿到的 那個時候我是民生報體育組的主任 每天很急 這八個項目 天天穿回來的都是 不是在第一場輸掉 要不就是勉強進決賽 可是一直等到八月份 八月份 八月中旬 在浙江的一個比賽 那個比賽是大家都不看好 所以也沒有記者去 而且又是在北京 不是在上海 也不是在北京 所以我們沒有記者去 結果他們就拿了兩塊金牌回來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大陸拿到金牌 升我們的會旗上去 唱我們的國旗歌 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項目 而且大家可能忘記 三年前我們曾經辦一次亞洲滑輪賽 在台東 中國大陸也來 不是在那邊吵嗎 曾經為了我們在路旁 有竖了幾根我們的國旗 他們就是吵吵鬧鬧鬧 然後把隊伍拉出去 其實我們的滑輪很厲害 而且是全世界應該算是數一數二 接下來我覺得 您剛才講的非常對 這倒出甘蔗完全對 我們後頭還會有很多金牌會出現 我們的保齡球 曾經在1998年的曼谷亞印 拿到六塊金牌 那一間曼谷亞印 我們總共只有拿十二塊金牌 光是一個那一天十五塊金牌 光是一個保齡球就拿六塊 非常強 還有我們的撞球 這是我們強項壓在後面 所以後面還會百花齊放 真的我們英雄所見越童 我跟你說我也有做準備 不過我澄清一下 我不是說我不看好 我說有人不看好 因為你這樣告訴觀眾 我一直卡通來給我看 是有人不看好 我是很看好 我從頭到尾都很支持 不過我們來談一談 到底接下來 這個所謂的稻刺甘蔗 還有哪些可以值得 所有國人注意的保齡球 你剛才都說了 包括方智男跟王佑玲 這個真的是大家可以好好 高度關注撞球 這個撞球 其實真的已經不是 大家停留在以前那一種 只說不通 小孩才去撞球 其實這是一個高度需要技巧 跟頭腦的一個運動 楊清順還有柳信梅 這個其實大家可以好好關心一下 建立的部分跟空手道 其實都是很重要 可是我們除了說體育選手 高度努力之外 我也想問一個 我那一天在開幕的時候 說實在我看電音三太子 那個童子團出來的時候 我是跳到柏頭 將會變過 然後我看到那個社區媽媽 或者開始情緒有一點轉折 我就想說 我從來沒有在國際 那麼大的一個舞台上 看到我日常生活中 最接近的那種文化元素 就是說有人說 你創一個電音三太子 送到奧隆 掛一個眼鏡又金光閃閃 然後其實我的理解 因為我自己從前說是做那個宗教研究 我的理解是說 這就是台灣這一塊土地 神明跟人民是那麼的接近 他就好像好朋友的 我們做的他的也會做 他做的就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我請教一下主委 你自己怎麼在思考 因為很多人會問說 這麼重要台灣第一次舉辦 這麼大型的國際賽事 你弄的元素是一開始有一個海洋意象 水晶林 海洋之母 然後我們看到是島主推著他們獨木舟 迎著太陽這樣子一個出帆 當然我們也看到說 人類跟海洋之間那種淨和的關係 我們又看到說從外所謂的外島 再來到台灣本島看到阿美族 我們又看到台灣的宗教 看到社區媽媽 我們也看到所有的海洋工業 以及其他台灣的印象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在這樣一個大的賽事裡 其實我們從很多的賽事看到說 他已經不是只有一個運動賽事 而是每個主辦國家他要介紹他的文化 讓全世界人認識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會 所以當我接到陳菊市長 邀請我做藝術總監的時候 已經應該說是2007年的10月 已經快要兩年了 那當時他就告訴我 他希望世界看到台灣 所以我把我的開幕 把這個重心放在台灣意象 我的閉幕是高雄意象 那台灣的意象呢 我就用原鄉時尚的這個方向來做 什麼叫原鄉 原鄉就是源自於最快的土地 源自於人們心中的 然後呢是我們生活的經驗 是我們歷史的脈絡 這個叫做原鄉 什麼叫時尚 時尚就是一個國際的語言 讓國際上大家都能夠一目了然 了然於心 看了就知道 所以原鄉跟時尚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要用原鄉的主題去做時尚的表現 那我覺得台灣又是一個 常常人家講我們是一個科技非常發達的國家 所以怎麼樣把我們的強項 就是科技跟藝術融合在一起 那剛好這個場館非常之大 那另外呢 這次其實是我們這個執行團隊最大的困擾 就是說我們沒有一個舞台 為什麼不能有舞台 因為那個賽事呢 是要比賽的場所 所以它要有草 這些草呢 30公分底下呢都是水管 那我如果把我的舞台搭上去 那水管會破裂 所以這個場館是為比賽而建的 所以不能因為開閉幕 然後讓它破局 所以因為這個考量 我們就也是因為因應那個場館 那然後我就從歷史的脈絡 台灣呢是這個板塊由海中升上來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 從海洋台灣生命的元氣 那然後這個李彩兒老師 他從一個透明的花裡面出來 那這個透明的花也是象徵著生命之花 也是象徵著水 水其實是我們生活中生命中最重要的 那也就是說台灣這一塊土地 是源自於海洋 所以把台灣這個海洋國家的這個意象 馬上就表現出來 我們剛才那個女兒看到說 是那個導物族的獨木舟 你如果說台灣意象 你才會不會上太主星出來 才會是原住民出來 台灣的源起是從海中升起來 所以是從海洋 然後呢6000年以前呢 原住民就來到台灣 所以那時候參太子還沒來到台灣 是原住民開始 所以這個是以歷史來做走線的 那達物族他們 大家可以看他迎向這個太陽 迎向海洋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 然後接著呢就是有豐年紀 那這個就是代表台灣的這個在原住民時期 那台灣呢有四個號稱為是蝴蝶王國 是蝶類王國是蝶魚王國也是鳥類王國 所以我們在最初呢就把蝴蝶出來了 那就是表示台灣是蝴蝶王國 那當然呢有了生命的起始之後 當然就要安居樂業 所以就有萬名欺負 你給我做心理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會看在那邊 因為那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你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在我生命生活當中的東西 它會展現在這麼大一個螢幕 這麼大一個場所 因為一般的人 大家怕什麼人想說 這個應該是精緻藝術 你才不會做精緻的 你才會做那給我看的東西 因為精緻藝術當然是 那應該到我們兩廳院來 兩廳院也有像是其實比較屬你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那個場合其實是應該要這樣來 因為外國人想要看到的 也不是真正我們精緻藝術的表現 因為你要介紹你的文化 是你的從你的長迷文化一直到精緻 對不對 那我們的精緻文化其實 像雲門 無垢什麼 他們在全世界表演人家都有看見了 但是我們的生活 還有我們的歷史文化 從來沒有人看過 所以我們就由這個來做 可能有人會批評說 你陳信聰自己 可能生了女兒之後 感情氾濫 所以看什麼就很難 我要問天玲 你是外省第二代 那也許你的生活經驗 跟很多所謂的本省的第二代第三代 應該不能說第二代 跟本省的民眾是有點不同 你有靠還是沒有靠 我也靠很厲害 你是誰 不知道想說我媽媽靠 沒有啦就是說 我覺得我旁邊很多人都靠 不是我靠而已 你有什麼靠 我感覺那個感動的靠 好 我就